问一下这个月中 香港今年的股票 包含今天这个恒生指数跌了2.1% 大概跌到今年初的这个点 所以整体来讲 一整年整个香港的股市是打回原形了 然后香港今年的GDP的这个影响表现 也是亚洲市小龙最差的 我今天看到最新的数据 台湾7月份出口大概持平 小跌0.5% 可是我给观众朋友一个概念 韩国7月份外销出口数据衰退11% 新加坡衰退10% 香港衰退8.8% 然后日本衰退5.9% 那台湾大概是负大概平盘 就是负0.5% 刚刚看到的最少是5.9% 最多是11% 那香港也有8.9% 香港是非常依赖经贸跟金融的 所以现在香港的处境 经济上是注定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 好那我们看到在香港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 林郑月娥他其实自己都出来讲了 这个香港将面临经济的海啸 我们看到几个比较具体的数字 我们看6月以来几个数字 包含你看到餐饮业零售业 这都下滑 更重要的我们就直接看到这个地产 我们知道香港的经济就两大名买 一个是金融一个就是地产 好金融的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讲 我们看到这个地产 6月份他的成交量就暴跌了44% 7月份又暴跌了35% 你看到整个香港的房市 产到这种程度 你对于这个香港的经济的两个资助的 其中一根几乎都已经垮掉了 那再看到下面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美国商会是 在香港的美国商会 他一共有1200个会员 也就是说在香港的这些美商 他去做一个统计 38.3%认为短期之内前景悲观 那也就算了 更糟糕的是 居然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 香港的前景基本上已经受到 不可修复的破坏 这就很严重了 表示说什么 即便这次反送中的事情结束了 问题整个香港的已经都改变了 这是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那我们再看到比较具体的 香港的几个重要的经济数据 第一个我们看到物价指数 那目前物价指数 已经来到成长率 百分之3.18 这以一个先进的经济体来说 其实是非常高的成长率 你看美国2%的物价上涨率 就已经下得要死 它居然是3%多了 再看到 左下角这个家庭负债 这指的是家庭负债占GDP比重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一路的往上 现在已经负债高达占GDP 百分之72点多了 而且很多香港人的家庭负债 主要是来自于房贷 所以房贷是在香港的家庭负债 跟个人负债很大中的一部分 然后再给观众朋友看 采购经理人的看坏后市 是暴跌到43% 对你看它原本跌于50 就是代表衰退了 那尤其反送做运动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土的最右边 整个又是持续下坠了 那经济成长率呢 它是10年来的最低了 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 那如果我们再看到 这香港人呢 我觉得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他们 在这个市场之后 这种状况之下 你看他们做的这个海报 真的是非常有创意 你看这个看起来就像一个日历 可是所有要的资讯 其实里面都有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一次的反送中 一个很大特点 就是他不要有领导人 因为很容易被成为目标 所以他们就利用 这样子一个讯息 在网路上窜洁 可是所有告诉你 我在哪里集合 我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在里面清清楚楚 那再看到 而且我包含这一次追踪香港 大概已经追踪两个月了 我个人有很多资讯来源 跟土档来源都在推特 然后香港年轻的世代 跟很多这一个网路各种义勇军 他们就不断的更新 对 像这一个给观众朋友看的 就是我这两天看到 确实昨天一方面动员 瘫痪香港机场 一方面就动员816直接来挤队 对他们就直接 我在Facebook上 我就直接去tag这个关键字 我也不要特别去讲 大家明眼的一看就知道 你要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就非常非常清楚 其实刚刚两位来宾 也大概都提到这件事情 所以比较重要的是 你看到右边的这个 他其实都告诉你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第一个告诉你 我安全又合法 我做这件事情 你港警 你再怎么样凶狠 你拿我没办法 对 那再来就是 就我们前面也提到的 因为金融是你的命脉 那我就去瘫痪你的金融 这个才能真的直接要害 可是我真的不得不讲 其实这件事情 他们不是第一次做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6月11号 6月12号 他们其实已经做过了 但是当时失败了 甚至当时对港股 香港汇率 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当时他们的做法是 希望一个人提理1万块钱港币 好 大家也知道 1万块钱港币能干什么 就算你200万的 一个人提1万 也不过才200亿港币 200亿 相较于整个香港市场 香港的金融规模 九牛一马而已嘛 所以他们这次才会改说 好 那我们就改提理美元 而且是希望你所有的美元 全部都转到美元账户去 那有人就发起说 好 一个人就是转2万5千块美金 可是如果我们一样再算他 2万5千美金 200万人是500亿美金 听起来很多对不对 可是不要忘了 香港政府有4300多亿美金的外汇存体 所以他们就在测试香港的外汇存体 因为上个礼拜我跟朱月东 讨论到汇丰银行的人事案 我给观众朋友讲 汇丰银行刚走一个西医 再来他大中华管香港台湾 跟中华市场的这个头 也突然莫名其妙走人 我给观众朋友一个概念 银行突然在换大老板 背后都有故事 都有鬼 现在是鬼月 这保证后面有鬼故事 那鬼故事一方面是 网路上在传说 汇丰到底有没有涉嫌 掏空香港的外汇存体 这是一个 再来汇丰好巧不巧 也是华为的孟晚舟金流的账户 这是第二个事情 第三个事情 华为孟晚舟会用汇丰的账户 请问中南海其他人用不用 请问还有多少人用 请问还有多少账户 一旦盯上汇丰会吃不完兜着走 是当然都有可能 所以说就刚刚林冠说的 如果这次大家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香港没有去掏空 不管是背后是汇丰做的 如果你没有掏空 你真的有四千多亿美金的外汇 那就没事嘛 可是相对的 如果真的做了什么鬼事情 那这就真的就是 所有事情就摊开来讲了 那相对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 然后真的五千亿美金的提领 真的兑现 那就可能造成挤兑风暴 这等于是香港 整个香港金融中心版的挤兑风暴的沙盘推演跟压力测试嘛 我来换钱嘛 那看你是不是真的有钱可以换嘛 你记不记得在台湾有一些农余会的那个金融风暴啊 然后就是一些阿公阿嬤说 哎我要领钱领没啊 那最严重的金融风暴的时候 有些银行要摆现金在门口啊 他说像合库就会把一堆一整多的钱 就摆在柜子上让你看 好那这个就香港人逼港府啊 来香港金管局 你摆美金给我看 对 你帐上说你外汇存底有四千亿美金 到底有没有被偷 到底有没有被掏空 我们今天聊的是整个香港 这个年轻世代几乎在街头天天打游击战 然而这样的香港压力 造成了中南海很大的政权压力 这个胡锦涛外传在北戴河会议 询问习近平 第一问叫做香港问题怎么解决 第二问叫做中国的财政赤字外在双爆发 经济下行 请问明年中共政权还在不在 然后朱月忠 现在看起来火车对撞 刚刚讲香港的年轻世代 有各式各样的手法来瘫痪 这一个政府或者政权 昨天叫做瘫痪机场 给观众朋友一个概念 这个赤大脚机场 我昨天看它最新的财务报表 导播我们秀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它事实上2018年全年度的旅客 超过七千多万人次 将近七千五百万人次 然后七千五百万人次的这一个过程当中 平均一天几乎是二十万人次 所以昨天等于二十万人次的人受到的影响 然后它事实上是获利的 那以昨天来讲 整个这一个客运货运空运 通通都是大幅的损失 那国泰航空也跟着重挫 所以整个香港是金融跟金贸的中心 所以昨天是瘫痪机场 这个礼拜五 八一六要测试的是 瘫痪金融体系的压力 所以才会有这一个挤兑的行动 那除了挤兑的行动之外 月中也分享 香港这些年可以移民的 就陆续移民 对那真的香港因为房价很贵 把房子卖的来台湾随便日子都很好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 这个香港的移聚来台湾的人数越来越 我们要注意 这个是正式移民 台湾就是取得台湾公民身份的部分 大家可以特别看到 今年光前五个月的人数 已经直追去年全年了 这还没有包含另外一个数字 就是我取得居留权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边常住 但是我不入籍 这个在去年就已经有四千多人了 那今年可想而知 这个数字大概也都是倍增的 所以说很明显的 有些香港人真的就是觉得说不如归去 那他们很多就首选到台湾 因为台湾在这个移民法规相对是宽松的 我们也对香港的居民也相对友善 所以这个数字提供大家参考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阿根廷的问题 我们大家知道阿根廷昨天的 因为总统的初选 原本大家觉得会赢的这个现任总统 居然输给了挑战者 而且一输输很多 不过要强调这是只有初选 因为他们是两阶段选举 那第一阶段如果没有人过50% 就是第二阶段把第一阶段的前两名 到第二阶段做PK 可是大家觉得你第一阶段 现任总统已经输了这么多 那第二阶段你还赢得回来吗 可能很难嘛 所以呢大家想说那不就是继任者 这个挑战者会赢 那挑战者是谁 他是前总统费南得资的人 那前总统费南得资在阿根廷任内 去把阿根廷搞得乱七八糟的啊 结果他现在又要去接任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为什么 阿根廷的股会是双杀 股市暴跌38% 会是重点37% 尤其大家看到最右边的 股市重错 所以你看一个绿色那么长 那会是一天之内 一天之内股市暴跌四成 然后会是暴跌三成 所以一天之内整个阿根廷资产要攒 是那大家第一个就想到的是 阿根廷是不是又要违约了 因为历史上单一国家 违约最多次的就是阿根廷 对每隔一二十年就来一次 他太厉害了 他历史以来违约过11次啊 很厉害啊 这一个国家居然可以违约11次啊 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开始点名了 包含了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 是不是有人会鼓台效应 甚至连亚洲国家 大家看到今天的雅谷 几乎全岛嘛 都跟这件事情有关嘛 好那连带的大家就想到 那哇那现在怎么办 那大家就想到闭现 闭现那就是黄金 所以昨天黄金创新高 对创了大概我这边写的 2013年4月以来的新高 黄金那金价现在已经超过 1530美金一盎司了 所以说这在告诉大家 这个这一波一波 那香港当然一个金融中心 一定是首当其冲 真的所以这一波呢 中南美洲拉丁美洲是 委内瑞拉乱糟糟 然后再来阿根廷现在 引然成型金融风暴 而且我追踪一下 他去年的通货膨胀数字 40多% 吓死人 钞票额 这个今天保证比昨天更不值钱 一天比一天不值钱 以今天来讲 他的钞票就比昨天贬值三成 一个公图本 要是否创伤 决定 公图本